随着炙热的烙铁不停地勾勒 一幅画卷在木板上慢慢展开 几笔点染之后 鲜活的色彩便点缀其中 8月8日 记者在河北省新乐市的一间画室内 亲身感受了贾淑辰老画的美丽 68岁的贾淑辰是河北省新乐市的一位退休老人 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画画 在一次下乡的时候 贾淑辰碰到一位正在做家居的木匠 得知贾淑辰会画画 木匠便邀请他在一个木柜上画幅画 手里手底下也没有笔也没有色 我偶然一样看他家里有这个扫红棍子 是铁的 然后扫红以后我给他在柜子上画了一条笼 画了一个空雀 他也后来画了以后我也挺满意 他也挺满意 从今以后我就对这个干了兴趣 据贾淑辰介绍 烙花又称烫花 火笔画是中国古代一种极其珍贵的稀有画中 烙花不仅有中国画的勾 勒 点 染 擦 白描等手法 还可以烫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 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烙花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 注重意在笔先 落笔成形 这个话要求比较情重快慢 要掌握到实 而且比较严谨 如果一旦有白笔 不好就不 所以说要是烙花以后 就强攻进气了 贾淑辰说 退休后他有了充足的时间 开始对烙花进行系统的研究学习 在继承传统烙花记忆的基础上 他研究出了彩色烙花 主要是在木材当中 加入一些矿物质的这种分 让这个木材软硬程度不一样 烙的效果出来不一样 它是加强它的质感 贾淑辰的烙花题材广泛 既有自然美景 又有唯妙唯肖的人物 由于他从小在农村长大 贾淑辰的很多作品充满乡土气息 在北京当兵经历 让他对老北京的胡同念念不忘 他把这些都画进了自己的话里 近年来 贾淑辰的作品多次在 中国公益美术精品博览会中获奖 部分作品还被制成纪念邮票 首先我是把这烙花 当作我一种生活 奉公我的生活 然后我现在也绞着几个土地 以后多守几个土地 把他发映光大吧 触断 带早 二十五